长达13日的卑斯省港口工人罢工已经结束 但出口界表示距离港口恢复正常运作 仍然还有漫漫长路 邱丽明不得 罢工结束 接下来的是清理堆积在港口的货物 卑斯海市雇主协会表示 港口在昨天下午加西时间4点半复工 不过加拿大制造及出口商协会表示 持续13日的罢工对供应链造成重大损害 估计罢工每持续一日 追回工作进度就需要多一个星期 该协会在本月11日至13日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今次罢工平均每日对会员造成的损失超过20万元 九成制造商指 罢工扰乱了原材料和零件的供应 卑斯商会表示 制造商需要等待滞留的原材料来生产 他们指出 罢工会进行多一日 就需要三日时间追回进度 这场自7月1日国庆日展开的罢工 勞资双方在星期四达成初步的四年协议 条款未有被公开 而且有待双方批准生效